大家好,又是五哥,今天想和大家討論昨晚的一條消失的影片 有些人不知發生什麼事,就問發生了什麼事 今天就試試解構一下這個消失的影片是什麼原因 好,昨晚發生什麼事,就是有一條影片 你按這裡,正常情況之下,排序是最新的 最新的影片是拜前,最新的影片是一個星期前 我真的好久沒出片,一個星期沒出片 這條影片是說,發現一個Netflix的劇集 大家看看有些語言 然後昨晚因為跟朋友聊天 他就告訴我,有個YouTube Channel 是倫敦真相,很棒 很棒的那條影片,亦是Derek Ice的 很棒的,我就說,聽他的內容 但我自己都未看的,就馬上快點 想叫大家看一下,所以出了一條簡短的影片 就叫大家去看,為什麼這麼飽呢 因為就是,它是一個Live Show來的 Live Show來可以做到,有六萬多人 同步地看這條影片 但是看完這條影片之後,亦是被YouTube 很快就被下架 那樣,我覺得,為什麼這麼厲害 那條影片還要是Live Show來的 即昨天,即他出那條影片 直播的時候,是當日的第二高收視的一條影片 證明這個內容一定是很棒 很多人很有興趣看 但是,為什麼會被人下架呢 原因就是5G 我今天就冒險和大家再出一條影片試 有些朋友說,可不可以再出一條影片說 我覺得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呢? 那我就給大家看一條頻道的內容 那你就明白為什麼 首先,這條影片已經移除了 是不符合資格的 不符合什麼資格呢? 一會兒你就會看到 一條政策 就是這個,總之不符合其中一個政策 其實昨天,我的影片其實不是很多人看的 基本上,其實我也很奇怪 一個這麼小的頻道都會針對我 證明YouTube的AI做得很好 即是,無論你大小的頻道 他都會很輕易地查到你的內容 是違反他的一些條例的 那我這條影片呢 就... 今早9點多鐘就避下架了 觀看次數就... 1800多 留言數就很奇怪是零的 全部沒有了 那昨天,很多人都恭喜我 因為B-Li出生的那些 那很多 首先做一次在這裏 多謝大家 其實B-Li出生之後 真是很開心 其實B-Li出生之後 也都很忙 忙得來很開心 那...但就零了 那就抹掉了 那它裡面的東西是什麼呢? 那... 今天再給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它會怎樣 可能這條影片 是再一次呢 會被下架的 如果要看的話 大家快去看了 但是我都覺得是一個... 如果你有做開Youtube 就給大家一個... 警號 你拍一些影片 你不要踩... 它的... 踩界 可以叫做 但其實我都不明白 它踩什麼界 又不是明驚有明的 不過... 不公開講 那...你看到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 其實我的影片 又不是很多標數而已 那...你證明 其實都是很普通的一個頻道而已 那...已經... 其實... 我... 這些黃標已經是很早... 去年已經一早講的 因為我的頻道很開啟的時候 是講很多陰謀論的事情 但是很輕易就被黃標啊... 這個事件發生的 那...也都是有些影片 也都是給他... 之前有一條影片 都是講無隕肺炎的 只是講一些預防的方法 都是被他... 無緣無故殺了 這條影片 異趣 那...它不符合資格 又是講我... 一個... 那...我都... 廢鬼事... 提出申訴了 大家都知道 跟這些大公司... 搏鬥... 都是... 多餘的了 那... 無謂給他...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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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違反垃圾電郵、詐騙、欺詐行為 老老實實說,如果我好第三者看昨天的影片 我可能會插我自己的影片,簡直是沒有內容 因為根本上不知道你的影片實際上想說什麼 因為我的影片是告訴大家,叫大家快點去看另一個頻道的影片 那條影片的內容很棒 但我還沒有詳細說點正法 由一位主持,訪問David Ise 是英國陰謀論一個很著名的專家 其實實際上是說什麼呢? 也是關於最近的疫情,還有少許的,不知道 就是這樣了 而你看到我的影片的title,都只不過是這樣的 這些已經禁止了,大家已經看不到這條影片 影片的title只是這樣 現在我正在錄這條影片,會不會因為這樣而禁止呢? 也很有機會的 因為他首先,他的AI可以查到我現在錄這條影片的聲音 說了些什麼 第二就是他也可以查到我影片裡面的文字 有這樣的機會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先進到這樣 但也是可以做到的 也放了一些連結 其實我主要是叫大家快點去看這兩小說訪問 是精彩的 首先你同不同意也好 給大家多一個角度 我經常都說陰謀論的事情 你不敢說他100%準確 也不可以說他全部錯了 因為裡面可能有些真的資料都不定 大家要保持一個開放態度 去看這些所謂的陰謀論 你才可以真是吸收多些 以及知道全局 而David Isaac是因為他真的研究了很多年 這個世界的局勢 特別是這個金字塔 這班人對於世界 對於媒體 對於全球的所有人類的生活 的控制 做了很多事情 是值得去看的 有些朋友就說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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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留言告訴我 其實他有沒有說錯 他那種說法是否正確 我都不清楚 因為我真的不是專家 但可以聽一聽 他由這個疫情 引致這個世界局勢 對經濟的一些有機會的未來發展 和即將未來的5G發展 的一些探討 是值得大家看的 所以如果大家未看 不妨下去看 好了 那又說回 這個 這個頻道 或者這些影片 其實如果有時候 你要講一些內容 原來是要擔心 YouTube 是會 忽然幫你下架的 那又有個想法 就是 那是不是真的不應該做 等於有些人就說 你又用得他的平台 又在彈別人的平台 那你不如不要用 那老老實實 因為全球的影視平台 其實很多 但是 很多人上的平台 就永遠都是YouTube 那當然有Vimeo Vimeo 如果放回去 那些影片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多人去Vimeo 例如香港人 有多少人去Vimeo 那裏看片 就不多 所以就想 暫時的Solution 我覺得不多 如果有資訊 想發給大家 又不想讓他禁止 我覺得暫時可以 就是在社群 那裏 那裏 但是當然社群 也要達到某些訂閱數 那 幾鐘 好像是一萬 那我這個頻道 幸好可以 下一些社群的資訊 所以很多時候 我就在這裏放 那 似乎YouTube 對這部分的 sensorship 就比較低 那 所以可以在文字 或者少少圖片 可以有些比較緊急的資訊 可以告訴大家 在這裏放 在這裏放 除此之外 如果真的有些敏感資料 就唯有去Patreon Patreon那邊 暫時我不見他有訊息 基本上是很方便的 但是現在Patreon那邊 如果大家有看 都知道我 是有講Sopify那些 亦都有講一下 有講一下 這個 真心靈的東西 有些陰謀 但是 因為其實 暫時都不太多人訂閱 那陰謀那方面 就不多 那我有個想法 是否應該開 另一個Patreon 專講陰謀 那裏 那裏又沒有人 Bank那些東西 那大家可能給 5元 10元 甚至1元 一個月 當支持一下我 那我就繼續在Patreon 專講陰謀 那免得擺在這裏 因為擺在這裏 我覺得會很亂 因為這裏 一大群人 其實是在學Sopify 學Facebook 接下來會學講 Affiliate Marketing 那些東西 那小部分 幾條片 四條片 五條片 都是講生心靈 和陰謀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亂 那不如 開多一個Patreon 如果大家 看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如果有什麼意見 歡迎大家留言 告訴我 那最後我就想說一下 其實 昨天一條片 就是這個 倫敦真實的頻道 為什麼會被人 Block呢 我覺得很大機會 是真的 因為5G 因為5G 其實 殺到近身 一定 都肯定是會推行在全世界 用不使用華為 用什麼設施 就是一件事 但是這個5G 一定是會推行的 其實我自己坦白說 我很喜歡高科技的東西 我是真的 小時候已經幻想 如果有人去太空 可以坐飛船 去月球 那些想法 所以我很喜歡高科技的東西 所以對科幻的東西 也是很嚮往的 如果5G 其實是為人民 我覺得很多地方是非常好的 一個概念都很好 比如智能家居 你的自動導航 你的醫療科技的遙距 手術 各種 這方面 其實都是很棒 真的可以幫到人民 但是奈何 它的技術 是不是真的對人體 特別這個physical body 是不是真的沒有傷害 沒有入侵性的影響 其實很多醫生 其實很容易搜尋這些片 大家在YouTube 已經搜尋到很多片 或者你直接去Maren Jacoby 裡面 已經是有講很多 這方面的片 那 是不是真的5G 這麼安全 其實有很多專家 很多醫療科技 都已經出來講過 也有些聽證會做過 他們都是有質疑的 所以我覺得昨天 那個頻道的片 是因為牽涉到5G 所以就避下假 而我的頻道 只是因為介紹他的頻道 簡單輕輕介紹 也是被下架 那現在講的這條片 會不會下架 我不知道 昨天這條片 就12個小時之內下架 可能這條片 可能更快 也不定 可能幾個小時下架 如果要看就快去看 我主要是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還沒看這條片 你去回這條片 就是這樣 接下來 如果講陰謀 有些什麼 很踩界的方法 放到Youtube 那 就等大家的意見 等你們的留言 大家 歡迎給我多點意見 今天這條片 就先講到這裏 還有就是想提提大家 如果你做Youtube頻道 你記得 其實這個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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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些诈骗的诈骗 诈骗大家进来看,浪费大家时间 或者是骗了你们的like 或者留言给我 可能是这样 所以你要留意 如果你再来一次,就会给你一个Thread 因为YouTube频道只有三个Thread 三个RedThread之后,你的频道会被锁 锁了之后是超级烦的 以往很多YouTuber在外国YouTuber 如果要开你的频道是超级烦的 都可以开回的 但我觉得今年开始 如果你的频道锁了 我不觉得YouTube会那么轻易给你开回 其实他的言论自由的收窄 他的限制会越来越多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不知大家怎样看 今天先说到这里 如果未看过那条影片,就记得去看 因为他在Vimeo那里有得看 去到他这个频道 他有个网站也有得看 也有人找到,不需要再多说 今天先说到这里,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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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